今天有工作坊妹人 我们第一个讲到讲评的目的 第二个部分我会讲到 讲评比赛的评分要项 为什么我要讲到比赛 比赛是一个比较高规格的要求 对大家的讲评来做一个审视 所以当你对讲评比赛有一些认知 你当然也知道 我怎样去看我的讲评到底好不好 第三个我会讲如何准备你的讲评稿 那接下来呢 我会有几个重点来做回顾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讲评的目的 讲评的目的呢 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个讲者 他了解他自己的优点 还有需要改进之处 每一个人一定有他的优点 那讲评很重要 我们在国际演讲协会里面 希望能够帮每一位讲者 在讲评的时候给他激励 给他一些鼓励 让他能够更往下一步迈进去学习 那你要提供的是正面 有建设性还有鼓励性的回复 以其能够强化讲者的公众演说技巧 进而成为一个更棒的演讲者 好 这个三个红色的颜色的字呢 正面有建设性及鼓励性是很重要 也就是你在讲评当中要有这些元素在 后面有一个夸独写 但非过度称赞 我常常听到有一些讲评 他们一上台就说 哇 你今天讲的演讲真的太好了 我听过最棒的演讲之类 这一听就不诚恳 因为不可能 所以他一讲这话你就觉得 那我就要打个折托他讲的内容 我就不太相信 所以不要过度称赞 你一定要称赞出事实 他的优点在哪里 你说他好好在哪里 中医文都一样 台语都一样 所以提出他真正的他的优点所在 然后再称赞他 告诉他能够怎么样运用这些优点 以上的三个关键字 就是待任讲评者需要牢记在心里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讲评当中 我们做的是什么事情 事实上讲评的每一个人员 讲评人他都面临一些压力 因为他是很短的准备时间你就上台 然后你要把它做一个完整呈现 又要能够激励这一个讲者 而且又要能够提点他 让他能够进步 所以你是把很多种不同的能力 都放在你的这个讲评当中 但是你经过这样的压力 你每次每次就会越来越进步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些新进会 有您从来没有做过讲评的人 你们都可以练习 即便你今天不是担任讲评的工作 您都可以在每次会议当中做记录 第一位演讲者他有什么优点 他可以怎么更好 我也没有什么想法 然后你再把你的做的记录 跟当天的讲评人员 他所做的讲评来做比较 你就可以每次都有更多的学习 而不是只是听别人说 而你自己没有练习 当你有更多练习就更多的学得更好 第二个就是讲评就是做中学 所以只要没有做讲评 你的学习会少一点或慢一点 但是你担任讲评人呢 你就会越来越好 相信我 只要你愿意做 你愿意每次把自己的前一次做的不太好的部分 稍微做调整 你就会越来越进步 那第三个重要的东西呢 是你在讲评的内容当中 一定要提供分析与建议 我这边写主动是请听或积极的请听 请听这个概念很重要 有一个是心理层面的 有一个是站在他的语意上面 还有文字表达这些东西 我们等一下会稍微讲 首先你要听到说讲者他的观点 从他的角度来看 那今天讲这一篇演讲 他有没有特殊的目的性存在 我们一般说演讲分为几个类型 可能有我们说幽默的演讲 可能有经历的演讲 可能有传达讯息的演讲 那可能有说服式的演讲 那可能是大的目的 但我们在一般我们的手册 初阶的手册当中 因为每一个演讲当中 他其实是有一个学习的目的的 比如说第三个演讲可能要叫做 你要不需要言之有物 要达成某些目标 第五个演讲可能是肢体语言 第六个演讲可能是声音的异昂论 你在练习每一个演讲的时候 练习这些技巧 你在讲评的时候 就要用手册这些观点来帮助他 确认他是不是练习到这个技巧 这个演讲整他才会越来越进步 那么如果说你今天是在比赛当中 你这些基本的概念都已经有了 你就把它纳入你的讲评的建议当中 来审视今天的演讲者 有没有达到这些标准 那你可以给他一个最适合他的建议 第二个 你必须要提到他的一些优点 他的做得很好的地方努力他 另外你一定要给他改进的建议 这样子他才会学习 最后我希望建议是 你如果在做讲评的时候 你可以从你的真实的感受来出发 什么叫真实的感受 你听了今天这个演讲者 他讲了这篇演讲 你有什么感觉 从你的感觉来出发 你的讲的讲评会非常诚恳 是真心的 你希望他好 然后你给他一些建议帮助他 这个这样的讲评是最好 我有听过有一些讲评 可能这个讲评的人 他的技巧非常好 但是我听起来我觉得有一点点受伤 我说演讲者受伤 或者是他觉得可能这个讲评的人不够诚恳 不够真心 不是真心要帮助他 只是炫掉他的技巧 这个时候呢 对这个演讲者 他的帮助就会受到折打折扣 我们再看下面 下一页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讲评比赛的时候 你会看到的评分表 裁判看的评分表 再看你哪一些表现呢 第一个分析能力 精简有条理 切重要点和逻辑 因为你是一个两到三分钟的演讲 所以你必须要很完整的把你的概念呈现 合逻辑可以帮助你的这个听的人 还有这个演讲的人都可以学到 裁判也可以听得很清楚 第二个提供建议 必须要是具体正面热忱有助改进 你的建议必须要是切重要点 才能够帮助他改进 第三个表达技巧 你讨论这个演讲者 他的表达技巧有没有做到他的效果 体会演讲人的感觉与需求 与气温和而友善 很重要 最后 你有没有一个总结表现 简短有力 努力向上 我常常听到的一些演讲讲评人 他在他的讲评两到三分钟里面 是没有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结论段的 那么你可以列起 如果我要做结论段的时候 我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些取舍 我可能看到这个演讲者有三项五项 七项要改进的 可是我可能要挑对他最有帮助的 可能两到三项来讲 其他我还是必须做给你总结 这个也在训练你自己演讲的能力 那看一下配分的比例 如果你看这个配分比例就可以知道 最重要的两项是什么呢 是分析能力 还有提供建议 也就是只要你有很明确的 很清楚的分析和很明确的建议的话 对你的分数基本上的表现就是非常得到肯定 表达技巧也占15分 总结占15分 有的人没有总结的话 对比赛的时候裁判可能就会 这个分数就会0分或者是很低的分数 那么我个人使用的讲评的一个模式 这是我的模式 你可能有发展出你自己的模式 你可以想想看你的模式是什么 我来介绍一下我的模式 我一般讲的格式是这样子 我在一张纸上面 可能是A字或者一半的A字 我会做一个分割 上面是一横 然后再一个直线再向一横 像个公字形一样 中文字的公 我在左边我会写它的优点 我在一边听 我就把它的优点把它记在左边 另外我觉得它可以改记的部分 我就立即放在右边 写在右边 我在一边听的时候 我就先记下这些部分 然后我的感觉可能放在开场台 或在结论 你如果听到这个演讲者 他讲到一些佳言几句 尤其是中文我们都是母语 所以大家表现可能会更好 你可以把一些他好的句子 把它放在你的讲评当中 他可以整理会拉近你跟这个讲者之间的关系 他会让这个讲者会觉得你有认真听我讲 所以我也愿意很认真地听你做的讲评 另外一个重点在这张表上面 可以看得到的是时间的分配 大家可以看到哪一个时间是最长的呢 没错 就是建议 为什么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在建议的分数上面是很重要的 在评分表里面很重要 当然你要对这个讲者能够有所学习 他的 你给他的建议是很重要的 那么给建议的方法有几种 有些人只是提到他哪些部分做不好 可以怎么做更好 那可能有一点笼统 最好的是告诉他 你这一点呢 你怎么做 我的建议是你怎么做 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他可以达到某个效果 你甚至可以示范给他看 如果你有一个示范给他的话 对他来说是最完整的学习 而不是只是点到说 你这个做不好 这个没做 这个样子不太好 如果你只说这样的话 对他来说他可能知道他做不好 可是不知如何进步 结论的部分 通常我等一下会讲细节的部分 我会讲细节的部分 我往下看 开场牌 我们会讲一些优点和赞美的部分 有一种人会用问候于开场 主持人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我爱我们今天非常容易 这个机会来担任大家的讲评语 林大佛的讲评语 你可能讲这个开场牌 这是一种我个人不爱 可是你也可以用没有问题的 你自己决定 很有礼貌 第二种直接切入主题 大佛我想跟你说 你这个演讲真的做得很不错 我注意到你有几个优点 特别是点点点 除此之外还有 你直接告诉他他的优点在哪里 明确的告诉他 他就领受到了 有一些讲 有一些这个我看过的讲评源 他把整个讲者的讲稿的内容 做一个快速的摘要 我本身不建议这样子 因为这样浪费你的时间 大家已经听过他的演讲了 不要再去重复他已经提过的内容 这是浪费你的时间 因为你只有三分钟 所以尽量把握你的时间 讲最重要对他有帮助的事 建议的部分呢 着眼于演讲的三大方向 内容架构的铺陈 也就是他的本局 还有表达技巧 内容部分 在他的演讲中 有没有谈到任何有意义的价值 是否跟他每个讲的一些小小的例子 跟他今天要讲这个主要价值 是否有相关 这个很重要 有些人可能 例如说 他可能要讲一个打篮球的例子 可是跟他的主要传达 例如说 永不放弃这件事情 可是他又讲说在篮球场 他交予女朋友之类的 那就等于扯到了别的事情了 他等于离题了 他对他的内容没有更大的帮助 第二个 你是不是有独创性或原创性 你有没有一个观点 是别 可能大家都知道 可是可能没有人这样子去看待他 这是你的独创或原创性 你如果讲出来 这个人讲出来 他就是他的优点 你可以用这个地方来分析 第三 这个演讲者的内容有不有趣 是不是有出乎人意料之外的一些设计 在他的演讲当中 还是他有一些步步移云 让大家提心吊胆 或者他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他有没有这样的设计在他的演讲当中 还是他有放一些幽默的元素在里面 如果他有放这些不同的元素在里面 他的演讲就会非常的有趣 而且能够吸引观众 目不转睛耳朵很认真的听他讲 另外你可以想想看 他是不是有达到他的演讲的目的 我刚才说 如果是手册 他有一个练习的目的 还有他这次比赛当中你听他讲 你觉得他想要告诉大家什么 这个目的有没有达成 听众的接受程度 是不是有接受 还是听众分析了 例如说 这个就举例 我就举了 记上你的观察 并且如实说出演讲者的表现 对你让你有的感受 这是很重要的 好 我们来讲一下教授的铺陈 他是不是符合逻辑 逻辑他可能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他的整个流畅 是不是容易让你段落之间的变坏 能够让你的观众中 能够很顺利的听得懂 这是你的铺陈 另外呢 是否是使用你的转折字 让大家能够在听你的演讲的时候 清楚的知道你所说的可能 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首先 接下来 然后让大家能够清楚知道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表达技巧的介练 可以提到他的肢体里面 有的人他非常僵硬 像我就是属于僵硬型的 所以我就会站在台上不懂 有些人就太过 几乎每一个句子或每两三个句 他就有动作 他可能会影响了大家对他的内容的专注力 因为会分析 另外 声音的变化 这个人声音是不是平淡 有些人讲话他可能太过于平淡 所以没有这么吸引人 那有些人是变化可能太夸张 他的高音 低音可能太大 让大家听起来就舒服了 另外呢 就是台风的表现 他在台上是不是恰如其分 他今天讲一个严肃的内容 可是他可能态度非常吊啷 或者是他用非常不认真的口气 来讲这个内容 可能对大家对他的这个令人幸福的程度 就会打折扣 另外这个演讲者是不是有使用道具 有些人使用PPT 有些人可能会自己设计道具 带到台上来 像这次究极大会 你看到很多不同的演讲者 他们都有使用到道具 那我个人我爱道具 所以我要看他用道具是不是有加分 如果没有加分 我就会告诉他不要用道具 结论的部分 告诉讲者你多喜欢他的演讲 甚至被他感动 如果他有感动的甜 你要告诉他 总结我今天的讲评 我十分喜欢你这篇演讲 你对你自由的追寻 让我特别感动 你让我对人有全新的提论 点点点 或其他鼓励性的内容 一开始先建立一个讲者之间的联系 让他觉得说你是认真的 你是关心我的 你是对我好的 你有认真听我讲 他就会更仔细去听你对他做的讲评 第二个 将你的建议做个摘要 就是我刚才说你的建议的部分 要很重要的 几个重要的关键字 把它记起来做摘要 有了这些好的基本元素 只要你能够做 这三点就是因为他的建议 不要再用细节 你要记关键字 比如说你的摘要 第一个 你要练习它的内容的组织 必须要清楚 完整 那你的关键字就是组织清楚 这就是你的关键字 那你讲这关键字在你的结论段 才会来得及讲 然后最后你可能有一个节律 好 参加比赛的小提醒 记得提到演讲者的内容 有一些人他的讲评 他一直在讲表达技巧 我不是说不好 但是你如果只在讲表达技巧这件事情的话 可能对演讲者他的帮助只有一部分 因为内容才是我认为 对演讲者的帮助最大 因为有些人他个性就是比较取景 他可能就不是满场非或跑的人 不是很大动作的人 所以你在他内容帮助他 他慢慢慢慢会累积他的演讲的技巧 第二个 以关键字做基因而非记细节 你如果记细节 到时候会容易忘记 第三 建议你的讲评 建立你自己的讲评流程 我的讲评流程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看到的这个表格 先讲开头优点缺点总结 这是我的流程 并且熟悉它 那你每次讲 在脑海中具有一个心智图像 你不会忘记你要讲的顺序 最后克服舞台的恐惧 多上台来做讲评 多来练习 你就会克服恐惧 几个提醒 记得要做的事情 第一个 针对讲者做讲评 演讲的内容做讲评 而不是演讲者 你不要多做人身攻击 第二个 只提演讲有关的论点 有些讲评人 他会讲他自己 为了他要跟这个演讲的内容做些点解 他讲自己的经验 就一讲讲了30秒到1分钟 他就是浪费他的3分钟的讲评时间 不要讲太多你自己 你要针对这个讲评内容给他做建议 第三 提出建议时可用的句子有 如果你能够怎么怎么 刚使你观众更有效地接收到传达的讯息 我的建议是你可以考虑 要让你表现得更上一层楼 你可以怎么做 你可以这些 当然你用的这只是例子而已 这是举例 最后一点一定要强调如何使这边演讲更进步的建议 而非讲哪里哪里做不好 如果你讲这样的话 对他来说只是刺伤他的脆弱的心理 所以不要刺伤他 然后在比赛的时候我都建议 至少提两到三点的建议 如果可以的话三点是更好的 为了赢得比赛的时候这是必要 在分会里面 会议里面 两点我觉得也OK 没有问题的可以放弃他 就是很好的建议 好 几个提醒是不要做的事情 第一个 物本事态你会过度称赞 他明明讲的就是没有很好 可是你就讲他很好 用一些过度称赞的评词 你真的是太棒了 你只有看过最有潜力的一个人家 你是我们分会的超级星星 那一天就觉得好像是真的吗 我真的有这个感觉 第二个 有一些人会使用 虽然 但是的句型 你没有做到 然而 这些字听起来虽然感觉我们常常用 可是对听的人他只要听到但是 他只要听到没有 他只要然而这些字 他就知道后面就是有一些阐释要发生了 就是以他讲的缺点了 所以你避免使用的时候你可以说 然后也不要说你应该你必须你为呢 你的缺点是没有做到什么 这些负面字也都不要讲 刚才我说的一些好的字你可以用 直接 这个在我们的C4 在第4讲的演讲 你如何把你要做的这个建议 从听起来可能是负面的变成正面的 你可以换句话说 这是练习 你可能每次都可以做这个练习 好 接下来 结尾都在说这些好像我们说 陈枪烂调 我相信你下一个演讲一定会更棒的 这种就是你每次都听他如果都讲这样子 就认为这个人就应该要自己去改他的句子 不要再每次都讲同一句 你每次都会设计不一样的结语 我自己觉得你可以练习 这帮你自己做最好的演讲 是你自己的练习 勿提到讲者无法改变的事实 例如说这个人他明明就台湾国语 他从小就是那个老师就台湾国语 所以他也学台湾国语 他就是讲不好 发音不标准 当然我知道我们中文演讲会是用自证枪圆 可是他就是讲不好 你不要去批评那件事情 私底下也可以跟他讲 怎样关注他纠正发音 但是不要去舞台上面提他 勾计他 结语 熊腾生巧练习 练习再练习 越多练习就会越表现得更好 建立你自己的风格 然后我非常鼓励大家 如果可以的话都参加比赛 因为你参加比赛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然后有没有Q&A 没有时间 谢谢大家和我们主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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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